董老师我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岸田跟北约的这个秘书长高峰会 那他们呢全面的备战中国 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扩张 连北约现在都有强烈的围堵跟反弹 然后紧接着呢美国方面 事实上那一个时间的压迫性是不断的提高 而且提前今天呢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人正在台湾 那这个进行的国安访问媒体揭露的是说 他会看蔡英文跟顾立雄 那前印太的美军司令戴维森是最早说 2027中国可能军事攻击台湾的重要的美军将领 那紧接着接连几天包含空军将领下令备战 包含了政界的众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 他也判断军事热战的几率事上那高 然后美国相当多的军事将领 现在也判断那时间点可能2025可能2027 可是所有人对于军事战争的判断都是越来越近了 应该是这么说 前去年美国的这个海军作战部长 他讲的是他认为应该是2022或2023 美国国防部的这些将领讲不同的时间点 他有不同的考虑 但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国防部长邱国正他曾经讲过 准备下一分钟就开战 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 有这种准备有这种思考才是对的 刚才出现了一句话 只要中共拿下台湾就可以封锁日本 这是没错的 只要中共拿下了台湾 不但可以拿下日本封锁日本 封锁这个韩国 美国美军就要撤出西太平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问题在于不要说拿下台湾了 就是封锁台湾 光说封锁台湾有那么简单吗 封锁台湾恐怕它的困难 困难到对中共来说 几乎到不可能的地步 我给各位观众看三张图 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张图 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路线 你可以看有两条路线 尼米斯上将走的叫中路 就太平洋中间 从关岛一路到塞班岛 硫磺岛 然后到冲绳岛 每一个岛都是浴血战 对不对 这叫中路 南路下面 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从哪里 从巴布亚 牛几内亚 澳洲 一路打到菲律宾 然后用跳岛战术 对 这两路在太平洋的反攻 加起来 合计超过100场以上的战役 慢慢打回来 这是二战的状况 好 所以这一个兵分两路 尼米斯跟麦克阿瑟 两路最后才打到第一岛链 是的 可是这里头的几个 这一个跳岛的战争跟战略 事实上是超过白场的战役 而且都是浴血的战役 都是非常惨烈的 美军死亡 太平洋战争 美军光说死亡 不说受伤的 超过12万人 好 这个是二战的状况 美国是怎么过来 这个就有趣了 96年的台海危机 96年的台海危机 这个美国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过来保护台湾 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是怎么来的 第一艘从日本下来的 这个叫北路 北 从日本下来的 第二艘叫做南南路 或是更南的路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应该是 尼米斯 他从印度洋到 马六甲海峡 然后 穿过南海 到达 然后在北上台海 到达巴士海峡 所以说 这个叫做更南的路 南南路 还有北路 加我们前面 就四条路了 OK 好 去年 中共围台军演 那个 这个 美国不是部署了 两艘两栖作战舰 等同航母 你看他 就说 在八月围台军演的时候 总共 美国算起来 有三艘航母 部署开来 在我们台湾北边的 美国的军舰 是从日本下来的 下面那个 雷根号航空母舰 有没有 他也是从日本来的 所以说是北路 好 那就有四条路了 那我们再看 当时是 这个迪里波里号 这个两栖突击舰 然后紧接着是 日本方面 掉下来的 这个雷根号 雷根号的航母 也是从日本下来的 是的 所以总共三艘 都是从北路来的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封锁台湾 它其实有两个含义 请注意 封锁台湾 不是军事攻打台湾 所以封锁叫做 准军事行动 它有两个含义 对我们台湾来说 中共想要 以武破坛 以武逼谈 希望我们谈判 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 对美国军事上 等于是说 在执行 它所谓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 对不对 对中共来说 就希望把你的 美国的军事力量 都圈在外面 你进不来 台湾的周遭海域 要办到这一点 对中共来说 它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 靠飞弹 就是它的东风系列 第二个方法 就是有效地控制南海 有没有 南南路 是从南海 那边过来的 所以中共要有效 控制南海 第三个办法 就是中共的军舰 必须突出第一岛链 然后部署在台湾的东北方 跟台湾的东南方 来吓阻从北路下来的 美国的军舰 以及吓阻从南路 过来的美国的军舰 这个都是历史 给我们的教训 好 所以说飞弹 中共的飞弹 对美军 美国的军队 对美国的舰队 那个威胁 也是的确存在着 八月军营 我们就看到 中共试射的东风飞弹 东风11 东风15 东风16 到东风17 然后之前 这个中共还有实验过 东风21 跟东风26 最远的距离 可以到3000公里 4000公里 不等 不过 这个中共的军官 他曾经自己承认过 在太平洋 要打航母 等同大海捞针 OK 等于是说 因为航母 它不是禁止不动的 然后呢 这第一个 航母会动的 第二个呢 美军是由战术上 它有反制航母的力 反制飞弹的力量 它有的 美国是有的 第三个 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共 你的目标只是封锁 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 真的靠过来了 进入2000公里 甚至进入1500公里 之内的有效 你中共飞弹的有效打击范围 中共你真的要发射飞弹吗 你只是封锁 对不对 封锁是准军事行动 如果真的被你打成了一艘 美国的航空母舰 你想想看 那就是开战啊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嘛 对 所以说这个封锁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其实很困难 更重要的 就是说今天跟二战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美国的军事基地 密密麻麻的遍布在韩国跟日本 所以说今天如果回到 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夕 中国今天的考虑 习近平你竟要考虑的 就跟当年日本在考虑的 是一模一样的 你如果去偷袭了珍珠港之后 美国会怎么样呢 当时日本的考虑 就是先打掉你 美国在太平洋的 有声的这个战舰的军力 然后呢 因为美国陷入欧战 所以美国无力干涉 或无力报复日本 会被迫承认现实 当时日本的考虑是这样子的 所以日本干啊 结果呢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的中共 比当年的日本遭遇更复杂的情况 我刚刚说过了 现在的军事基地 美军军事基地 就是密密麻麻的 在你日本 在韩国 就在你北京 连你北京都很近 用飞弹的距离来算 那些美国军的军事基地 航空母舰上面的飞弹 各式战舰上面的飞弹 连你北京都很近 你真的敢动他们吗 你如果说 譬如说 要攻打台湾 先偷袭 这个琉球的军事基地 加首纳美军军事基地 有用吗 上面还有一连串了 所以这个琪怎么算 我觉得对封锁来说的话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说起来简单 想要封锁 甚至想要偷袭的话 中共你付出的代价 恐怕会超过过去的日本 好 我们稍后回来